好 疫情爆炸 现在蔡英文在忙这件事吗 民进党在忙选举布局吗 现在三线市的参选人 已经敲定了 目前说民进党征召 我们来看这边地图很明显 台中的蔡奇昌 苗栗徐定真 还有云林刘建国 高雄陈奇迈 现在看来六都只剩下双北桃园 还没有敲定 当然现在好像蓝绿都还没有敲定 但是我们现在 疫情大爆发 确诊人数这么多 快筛设计大家买不到 疫苗大家打不够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绿营被视为台北市最佳人选 是陈时中吗 会不会骑虎南下呢 那么现在北市跟桃园 好像都还没有最强棒 只是现在可能要等到六月份 才会敲定到底由谁来出战 那现在国民党立委洪孟凯 是忍不住 在脸书上开炮了 选举是不是对民进党来说 永远比防疫重要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蔡奇昌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代职参选呢 还是要请辞去选呢 蔡奇昌的回应是代职参选 全台也不是只有他 他说会思考最好的方法 那么国民党的立院党团的书记 李德韦他认为这个职位 本来就应该要什么超出党派 更何况蔡奇昌参选之后 是不是无心立法院 他认为应该要辞掉 再来选吧 那民进党人自己怎么说呢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直接就回应了 他是被征召的 为什么要辞呢 那另外呢 陈吉仲传友谊参选云林 自己不觉得可惜 因为看来呢 现在云林刘建国出现了 有关于2022 现在大家都在看 谁出战 谁会是最强棒 蓝绿都在呛着布局 好像党内的地方大佬 也有担心说 你未来如果在考行程 还是为地方服务上的话 这个职位会让你没有办法 伸展手脚 那对于这个职位的话 其实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地方大佬 就是说大家都一直讲地方大佬 我问了大家 也没有人说 也没有人在说这个事情 所以我其实不大了解 大家讲的所谓地方大佬是谁 那我讲过 这个就是一个选举的 选战的节奏跟策略 代指参选的很多 市长也代指参选 他现在也是市长 他还是代指 那他要不要先辞掉来跟我选 就代指参选这个指 大家都有指 而且指还很多 公私力都有 全台湾代指参选的人那么多 几乎 我们立法院的同仁 几乎全部都代指参选 代指参选是所有政治人物 各朝野各政党 大家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那我都尊重每一个政党 每一个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需要特别问我 因为你问我 那你就要问其他人 因为蓝领自己 他们的人要不要指 他们的人要不要代指 一样的道理 你回到团权很重要 但我们想问人说 那如果蔡副院长真的要选 这个台湾市长的话 那你又问他要指 我想这个就尊重 因为蔡副院长也对外公开说 那我相信中央有他的考量 就是蔡副院长要不要辞 副院长这个职位要不要辞 是一个战略 那什么时候辞 那要不要辞 我想这个都是整个大战略的一环 那我就尊重这个蔡副院长 还有中央他们对这个蔡副院长 要不要辞副院长的这个位置的 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完全尊重 那看他们策略考量如何 很多选民当然会觉得 有点失望跟遗憾 但是我都鼓励他们 没关系 这个就是民进党里面的一个机制 那也是一个文化跟传统 那我们只有团结才能够赢 那我们没有这一次还有未来 我就是这样子在来跟我的支持者 来跟他们安慰 好 国民党在桃园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罗志强不是说想要出来选桃园市长吗 让国民党桃园人选 好像有点乱套了 陷入一个僵局 然后党主席朱立伦就拿同样没有得到提名的立委 陈玉珍来比喻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怎么突然变那么大 希望罗志强大气一点 全力浮悬 但是时事评论员就认为 朱立伦心没有罗志强 所以他出现的几率很低 罗志强也回应 来 他发了脸书 直接他说什么 就算民调第一 党提名其他人 人会支持 还要怎样叫大气 做人留一线 赶尽莫杀绝 他也强调 没有把矛头指向国民党 是党三番两次 说我很弱 换成批评主席 难道你不失望吗 如果想在这一次的民调 又不在第一 也不在第二的话 那他真的不妨 在这时候 接受朱主席给他的台阶下 那有台阶下 我觉得来日好相见 而且日后还有立委的选举 你作为县市首长也好 或者是立委的选举也好 一个政治人物 必须展现出你的政治智慧 展现出朱主席心中并没有他 就是并没有罗志强 我想罗志强议员 他要在桃园市长这一局 能够出现的几率非常低 这个某种程度是一种 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所谓的 情绪勒索 就是你不合作的话 就是在破坏国民党的团结 但是接下来就考验 罗志强议员的智慧 如果出去表达了他的心正 我想罗志强议员可能不要挣扎 不用太挣扎 对 在没有初选机制的状况下 他是可能机会就很低了 再来农伙会主委陈吉仲 多次上演端牛肉 结果又被打脸 现在连鸡肉又陷入了供货危机了 鸡蛋一抬金 现在已经逼近60元了 加上勤流感又往南部扩散 预计8月底之前 势必鸡蛋鸡肉都要再涨一波 云林省的议员王又明就炮轰 陈吉仲无能爱说谎又想当官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很多深绿的人支持的 可是他相信大家的眼睛是血亮的 鸡蛋还是鸡蛋还是鸡蛋还是鸡蛋 还是鸡蛋 都是环环相扣的 鸡蛋一直长 鸡蛋一直长 那鸡肉就一定跟着长 鸡蛋没有 鸡蛋没有 当然鸡肉会跟着没有 这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陈吉仲你是还在吵枯头 吵什么 等于抓孙 鸡蛋崩盘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鸡蛋是不可能像陈吉仲的 说马上可以稳定 引进可以稳定 这段时间甚至于说 要再开放什么日本人 离开台湾 也说要用什么政策 最后台湾的农业政策全部失能 台湾的農業政策 都都是新年的 总风纪 陈吉仲 你现在还有材料在这里 在说这个有的有的 鸡蛋跟鸡肉跟鸡蛋 不是都北约会 所以我的感觉是说陈吉仲 他除了无能之外 我还要说白菜 我还要做官 再来呢 再来就是什么都不合 在这个传统之下 我是感觉说农民对陈吉仲是失望的 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 深绿的这些选民们 在支持他们的官员 但是这个社会是公属无约 大家都是有地位的人 继续这样骗下去 我不知道说 我们台湾的比较的比赛 我的工作就是把农业做好 而且还有太多的议题 那我们会尽全力的 把所有的农业部门再往上提升 让所有的农民收入增加 让农业可以永续 这个是我最重要的工作 水深物化器 好 就是这台 他24小时 在我们这个环境的摄影棚里头 基本上是随时的在做空气当中的清销 我们现在水深物化器 也有像这样 迷你的这么小台水深物化器 请大家上快点GO下单的时候 输入我的代码CTI588 会有折扣优惠